丁 您尾号为5642的银行卡成功转入三个亿 请注意查收 贾女士你好 这里是您的外卖 请您签收一下 祝您用餐愉快 如果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 请留我五星好评 谢谢 就你这样的 还想要五星好评 你怎么不去使啊 臭送外卖的 你已经迟到了一分三十秒了 我的心情也因为你迟到了一分三十秒 变得非常差 哎 这个假男人 可是出了名的难缠 这下这个送外卖的要倒霉了 谁说不是呢 上次我们小区物业在园区灌溉绿化 不小心把她的衣服给弄脏了 她就不依不饶的非要物业给她买一套新衣服不行 不赔衣服就在物业办公室闹 最后物业无奈就给她买了一套 可是买的时候物业那小姑娘没注意买小了一号 她就说人家小姑娘侮辱她胖 要赔偿五千的精神损失 最后寻补叫过来也没办法 只能赔偿她五千块 说实话我以前很讨厌物业 可是自从她做过这件事之后 我觉得咱们小区的物业特别可怜 你可别说了 小新她听到追着你咬 咱们就替这个送外卖的默哀吧 漂亮的女士十分抱歉 您的这份餐品由于过于贵重 所以我路上不敢骑车太快 所以耽误了时间 这是我的问题 我向您道歉 你这送外卖的还挺会说话 我这十块钱的土豆粉 估计被你这么一夸都直起来了吧 你这样吧 我看在你送外卖也不容易的份上 就按迟到一秒补偿我一百算吧 你一共是迟到了一分半钟 也就是九十秒 一共需要赔偿我就千块钱 你是准备现金 扫码 还是刷卡 女士 你点这一点外卖 我总共挣你两块钱 迟到了一分半 你要我赔偿你九千块 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迟到一分半钟我承认 您今天的这份外卖 我买单 这顿就当说我请您吃了好吗 臭丛外卖的 你看我是差这十块钱的人吗 我告诉你 现在外卖还在你手里 只要我不签收 你就一直是为送拿状态 现在跟我好好说话 哄我高兴 我就还按照你迟到一分半算 如果你再敢跟我叫板的话 我就按照我接收外卖那一刻算 我看看了 现在已经有十分钟了 算成秒的话也就是六百秒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赔偿我六万块钱了 却你考虑清楚 到底要不要哄我开心 这笔抢钱来得还快 一秒一百 如果就这么一直耗下去 这个外卖小哥 就算是把房子卖了 也赔不起吧 静瞎说 按照假男人这个说法 别说把房子卖了 就算是外卖集团 是这个小哥的 恐怕也撑不了几天吧 小姐 我已经向您道过歉了 而且我已经说了这份土豆粉 算是我请您的 你怎么还这么无理取闹 臭送外卖的 你一句话竟敢辱骂我三次 老娘这次说什么 也不会放过你 从你迟到开始 老娘一直给你计时 什么时候 你给老娘哄开心了 老娘就签收 在此期间 每一秒按照一百算 我说 一句话 侮辱你三次 你倒是说说 我是怎么侮辱你的 首先 你叫我小姐 这可是古代对女记的称呼 你难道不是侮辱我吗 还有一份土豆粉都要你请 那岂不是侮辱我没钱 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 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 现在知道 你错在哪里了吧 赶紧给我跪下道歉 然后把你迟到 要给我的精神损失费给我 我就不跟你计较 要不然 我就叫我王哥来收拾你 不可预 这是你的外卖 你爱要不要 老子还不伺候吗 臭送外卖的 你居然用外卖砸我 还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我跟你说你 开上大事了 老娘这件衣服 当时可是足足花了五百万 才从国外空运过来的 现在全蓝星就这么一件 这件衣服市值最少也要一千万 臭送外卖的 加上你送外卖延迟的 现在你需要支付 我两千万 赶紧给钱 否则你今天就别想离开 我看着这件衣服 怎么这么眼熟呢 可不眼熟吗 这就是上次那个物业 陪他的那一件 还真是这件 一百来块钱的衣服 张口就是从国外运回来的 他这要是买个上万块的衣服 那岂不能吹成 是从其他星球做的 用火箭运下来的 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 如果你仍然意义孤行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的小次佬 就是个臭送外卖的 还敢在我面前装逼 我知道你这个小次佬 赔不起这么多钱 那就赶紧给你爸妈 那个大子佬打电话 让他们给你拿钱过来 再给我跪下 好好说说 是怎么教出来 你这么个东西的 或许我心情一好 就能少要你几万块钱了 我夜十三一般不打女人 除非忍不住 今天我不管你是假男人 还是真女人 看我怎么收拾他 打得好 还真是大怕人心 像他这种女人 早就到有人 好好收拾收拾他了 这外卖小哥 实在是太给力了 你 你你 竟敢打我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给我王哥打电话 让他叫人过来收拾你 好 我等着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你叫谁 来我独一块收拾 王哥 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这个送外卖的 打我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 放心吧 这件事 我一定能够给你做主 送外卖的 事情我都了解清楚了 是你送外卖先迟到 然后又是你动的手 这些你都承认了 没错 你想怎么处理吧 我王爸也是在道上混的体面人 既然你也承认了这件事就好办了 医药费三千万 然后再给我女人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算了 你看怎么样 如果我说我不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只能让我这帮兄弟 献你一条哥巴一条腿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我知道三千万 你也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你先把你房子什么的都卖了 然后剩下欠的 给我写欠条 但是必须在三年内 补齐剩下的 当然 在这三年内 你欠我的钱 我每个月会找你要相应的利息 怎么样 我够大度了吗 小的 到时候 每个月的利息就有一千万 这样后半辈子都不愁吃喝 你们不就是要钱吗 好我给你 我不仅要全给你 还要给你十倍你要的金额 给我个银行卡号吧 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臭送外卖的 还真是能装啊 居然说要转三个亿 老娘现在就给你卡号 看你怎么装下去 丁 您尾号为5642的银行卡 成功转入三个亿 请注意查收 完了完了 这家伙肯定不是一般人 这家好像又出事了 真的到账了三个亿 王八哥 咱们发财了发财了 臭娘们别高兴太早 这外卖小哥 随手就拿出三个亿 你觉得他会是一般人吗 这次你可能踢到铁板上了 那个外卖小哥 刚才都是给你开玩笑的 这件事都是这个娘们做的 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就走 至于你们之间的事 我也不管了 刚才不是耀武扬威的 挺厉害的吗 看见我随手转三个亿 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上了 就想走了是吧 不好意思 现在晚了 十三没来晚吧 这些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我的白心宝贝 你来得刚刚好 白心宝贝 这一棒子人 围着我不让我走 人家好啪啪哦 今天晚上 你好好安慰 安慰人家好不好吗 现在在办案呢 那些回家再说 白心美女 这些人不仅对我进行人身威胁 还打击了个三亿 这是凭证 我请求让他们采缝刃机 十三先生 刚才通过你给我发的信息 我已经向法院申请 给予他们500年的无际托识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按照这个年线 让法院处判决注 500年是不是太少 他们敲诈我的钱 我都给他们翻了十倍 这个自然也要翻十倍 先来判个5000年吧 5000年而已 应该没有问题 你说判我500年就500年 说5000年就5000年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汪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律法界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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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 法外狂徒张山律师 难道你就是 那能把敲锤地送进去的 张张张张张张张山吗 没错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 张张张张张张张 王八哥这个张张张张张张 张山很厉害吗 你怎么吓成这样 你只要知道 他说能要判你5000年 法官还会额外送你 一年的大礼包酒 完了 完 这里是条例 只要你从这里滚出去 并且以后都不再骚扰乐乐 这些钱就是你的 白乐小姐 这是您的外卖 麻烦签收一下 如果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 请给个五星好评 谢谢 想要五星好评也可以 不过 你要帮我一个小忙 我答应你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并且追加好评 但是 如果你敢拒绝的话 我就给你差评 我这人最讨厌威胁了 对不起这位姑娘 这个忙我帮不了 你爱找谁帮忙找谁帮忙吧 我还有其他外卖要送呢 就先走了 大叔 我错了 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好不好 我现在就给你五星好评 就当是我为我刚才施言给你道歉 大叔 我有那么老吗 我可是95后啊 小哥哥 我叫你小哥哥好不好 求求你了 就帮我这个忙吧 你帮我忙之后 我就请你吃大餐 小哥哥你最帅了 你一定会帮我得的 对不对啊 你先说说看 要我帮你什么忙 乐乐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说刚才在你们办公室找你好 大一圈都没找到 这是送给你的乐乐 今天是咱们认识的第99天 祝我们以后有很多个99天 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浪漫 随便哪天都是纪念日 看来我真是老了 不过这个乐乐长得这么漂亮 这个根本长得是不是稍微欠了点火后 把他们放在一起 岂不就是现实版的天使与魔鬼吗 实在是太辣眼睛了 祝大长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不要没事 就往我公司来找我 这样会让我同事误会的 没什么误会的 乐乐 你一定会做我的女朋友的 他们也早晚会知道的 我只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 原来是一只舔狗啊 我还真以为 这么漂亮的姑娘 会跟这一坨肉在一起呢 谁要做你女朋友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我是有男朋友的 你一直往我公司跑 我男朋友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的 所以以后还请朱先生 不要再来 我公司骚扰我了 你有男朋友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乐乐你该不会是 为了不让我见你 随便找个借口吧 不过就算你真的有男朋友 也没关系 你跟他分手 然后跟我在一起就行了 是啊是啊 乐乐小姐我家朱公子 可是妥妥的富二代啊 你是不知道追我家朱公子的 那都排到国外去了 他们无疑不被 我家公子的美貌所折腿 但是我家公子就喜欢你 只要你能跟我家公子在一起 你就是想要贴上的星星 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小刘子 说得不错 这是一万块 赏你了 你们两个学学小刘子 如果你们能有小刘子一半的聪明 你们媳妇早娶回家了 原来这朱大肠 还是个富二代 还真是人不可谋相啊 朱大肠 我之前不告诉你 我有对象 是因为我把你当成客户 感觉你就是玩玩而已 可是你现在已经严重地 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我如果再不说的话 我怕你会做出更过分的举动 朱大肠趁着今天我男朋友也在这里 我就把话给你说清楚 以后请你不要骚扰我 你男朋友在这里 在哪 我怎么没看到啊 你不会说这个送外卖的是你男朋友吧 没错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 一个伟大的送外卖的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怎么总是碰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送个外卖实在是太难了 不行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耽误我送外卖 我要跟这个姑娘谈白 丁 特殊外卖任务出发 做白乐的一天男朋友 奖励一个超级女朋友 提示如果在假扮白乐乐男朋友期间 被别人拆除或者发现任务视为失败 任务失败将抹除宿主所有女性朋友 与宿主有关的记忆 请宿主认真对待 抹除我女朋友对我所有的记忆 系统你压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可是一个痴情的男人 如果你把他们的记忆都抹除了 你还让我怎么火呀 系统也是不靠谱 看来只能好好完成这个任务 乐乐 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想要找个挡箭牌 也麻烦你找一个有点睡 有点气质了 就他一个送外卖的 你说他是你男朋友 那不是纯纯的开玩笑吗 我估计他叫什么名字 你都叫不出来吧 糟了 刚才忘记问这个外卖小哥叫什么名字了 我这猪脑子 怎么就没有提前问一下呢 送外卖的怎么了 送外卖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送外卖能让我看清底层员工的基本状态 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我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臭送外卖的 送外卖你还送出优越感了是吧 赶紧给我滚开 今天可是我们猪公子准备表白的日子 如果因为你把这件事情搞黄了 看我们猪公子怎么收拾 猪公子是吧 正是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夜十三 这位白乐乐是我的女朋友 我知道她很漂亮 喜欢她的人也很多 但是你们的喜欢只能埋在心里 远远看看就好了 因为她只是我一个人 好帅啊 这个大叔好帅啊 如果真的能当我那朋友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臭送外卖的就你这样 也配做乐乐小姐的男朋友嘛 你穿身黄袍 还真把自己当成太子不成 吸引得不错 这里是一百块钱 赶紧给我滚蛋 要不然我们兄弟几个 一起动手给你扔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小刘子 你怎么能在我女神面前动促你 真是太不懂事了 还不赶紧鬼远点 是是是 朱公子 我现在就鬼远点 外卖小哥 我知道你是他临时找来演员 这样吧 刚才我看你演戏也挺辛苦的 这两千块钱给你 算是个个我请你喝酒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两千块钱呢 这外卖小哥不知道 能不能顶得住诱惑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白乐乐的男朋友 不是什么演员 这两千块钱 你还是自己拿着买东西吧 鲜少是吧 这样 我给你两万 小哥 这两万块钱 能顶得上你一个月的工资了 只要你说你不是乐乐男朋友 并且从这里离开 我就马上把这两万块给你 怎么样 外卖小哥顶住啊 可千万别妥协啊 这次被这个猪大长揭穿了的话 他以后肯定会更加变本加厉 我说你看不起谁呢 这两万块钱吃顿饭都不够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没想到你的胃口倒是挺大 好 二十万 这下总够了吧 我说 朱先生 请问你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请往旁边站一站 我跟我女朋友要去约会了 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耗下去 两百万 送货爱卖的 不得不承认你心里素质确实挺强的 不过你赌赢了 只要你说你不是乐乐男朋友 并且以后不再出现在乐乐身边 这两百万就是你的了 想些你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两百万吗 现在很简单 只要你说出来这就是你的了 外卖小哥你说吧 我不怪你 毕竟这两百万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我说你这个大胖人 是不是有病 我不是跟你说了乐乐是我女朋友了吗 别说你给我两百万 就算你给我两千万 两个亿 乐乐是我女朋友的事实也改变不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在这里自讨没趣了 好 两千万 就按你说的两千万 这是两千万的支票 只要你说你不是乐乐的男朋友 并且从这里滚出去 这两千万就是你的了 你很喜欢拿钱杂人吗 正好我也有这样的爱好 这里是两个亿 只要你从这里滚出去 并且以后都不再骚扰乐乐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两千万 就按你说的两千万 这是两千万的支票 只要你说你不是乐乐的男朋友 并且从这里滚出去 这两千万就是你的了 你很喜欢拿钱杂人吗 正好我也有这样的爱好 这里是两个亿 只要你从这里滚出去 并且以后都不再骚扰乐乐乐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送外卖的你还真是能装啊 给我两个亿让我从这里滚出去 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搞来的夹制飘 在这里糊弄人们 我说乐乐啊 你这找演员的眼光实在是太差了 演技不行也就算了吧 还这么能装 账口就是两个亿 他是不知道两个亿是什么概念吧 大叔 我求求你 帮我好好演完这场戏行不行 如果这个猪大长知道你是冒充的 肯定会像狗屁高耀似的 甩都甩不掉 我这不是在帮你吗 再说了两个亿而已 很多吗 我怕吓着你已经说得很少了好吧 这两个亿连我身价的千分之一都没有 完了完了 我好像是碰见了一个傻瓜大叔 这可怎么办啊 你们挺见了吗 这臭送外卖的居然说两个亿连他的千分之一都没有 这是近年我挺见的最大的笑话了 真是笑不活活了 乐乐 你这找的这个演员不仅挨壮 看来脑子也有点问题啊 我不许你们侮辱我男朋友 朱大长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请你立刻离开这里 白乐乐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跟我朱大长在一起的姑娘也不在少数 你随便找个问下 他们那个我有这么对待过 今天我愿意出两千万来追求你 足够你骄傲一辈子了 这种骄傲我不稀罕 现在请你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我看到你这张脸我就想吐 听见了吗 我女朋友说看见你就想吐 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臭送外卖的 不管你是乐乐阵的男朋友还是假的男朋友 现在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朱公子 您还跟这种抽送外卖的客气什么 我们搁几个 现在一块上好好 教训教训这家伙就得了 等一下 找到一个更好玩的主意 臭送外卖的 你不是说白乐乐是你女朋友吗 今天老子就让你气眼 看着你女朋友主动跟我走 朱大长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如果你敢乱来的话 我一定报寻补 送你去采缝刃机 我这么准记守法的人怎么会乱来呢 你等着把我的小宝贝 今天我一定让你主动跟我离开 陆总 我看上了你们公司一个小姑娘 但是这个姑娘脾气还挺倦 我希望你能下来好好劝劝她 只要你能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那个项目投资的事情应该就没问题了 朱公子您现在在哪 我现在就过去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 朱公子您说你来 怎么也不跟我提前打个招呼 我也好提前去迎接您 陆总就不要客气了 咱们还是进入正题吧 这个白乐乐是你们公司的吧 我明白了朱公子 我这就好好说说乐乐 乐乐啊 你能被朱公子看上 这是你的福气 你怎么会不同意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位朱公子是咱们天和市新能源公司董事长 朱大彪的儿子 刚才朱公子可是说了 只要你做他的女朋友 那个项目就成了 你也知道 那个项目咱们公司付出了多少心血 可以说公司的存亡都在此一举了 我答应你 只要你做朱公子的女朋友 我马上就给你升职加薪 陆总 我是有男朋友的 况且就他这样 我就是没有男朋友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所以陆总还请你不要难为我 有男朋友赶紧跟他分手啊 在朱公子面前 你那男朋友就是个拉西 我跟你说啊 只要你跟朱公子在一起了 你以后绝对会一步登天的 以后我都要发见你了 我说陆总 人还在旁边站着呢 你感觉你这么说合适吗 我没点外卖啊 外卖小哥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白乐乐的男朋友 也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垃圾 乐乐 你男朋友居然是送外卖的 像他这种人 怎么能配得上你 真是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像他这种垃圾 给朱公子提鞋都不配 为了你的将来 听我一句劝 还是赶紧分手 跟朱公子在一起吧 陆总 我尊敬 你是领导 但是也请你对我男朋友客气点 还有我的私事 还请你不要插手 我是不可能跟我男朋友分手的 更是不可能 跟这个朱公子在一起的 现在请你让开 我要跟我男朋友约会去 白乐乐 我好言相劝你 不听是吧 既然如此 你就别怪我不念昔日的情分了 如果你不跟这个 臭送外卖的分手 跟朱公子在一起的话 我现在就把你从公司开除 信路的 你又不是他爸妈 哪里来的权利 干涉他的私生活 我警告你 开除可是要给补偿金的 如果没有 就可以报寻补抓你去采缝纫机 劝你再开除乐乐钱 要想清楚 这里哪有你这臭送外卖的 插嘴的分 白乐乐 我最后再问你一边 跟不跟朱公子在一起 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你要开我 那就随意吧 白乐乐 不要想着从这里走了 还能再找其他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会动用我的一切人脉 将你在行业封杀 让你在这个城市 生存不下去 你 你 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不讲道理 在这个社会上 谁的钱朵 谁就是道理 白乐乐 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做我女朋友 我还是会疼你 爱护你 但是你仍然一意固形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我的女朋友 岂是你们这些小虾米能欺负的 朱大长是吗 希望一会 你还能笑得出来 我好怕怕啊 臭送外卖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让我笑不出来 今天离开乐乐 我就不再追究 如果你还是要跟乐乐在一起 我让你连外卖都送不成 朱公子威武 臭送外卖的 我告诉你 以后你能不能送外卖 只是朱公子一句话的事情 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赶紧离开乐乐 小七 刚才安排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十三先生 刚才您信息发来的事情 已经办妥了 现在朱大长父亲经营 所有公司都已经破产 相信朱大彪几分钟 就能跪在您面前了 嗯 很好 还有一件事 华新科技公司也该破产了 你安排一下 我要这家公司 在三分钟之内宣告破产 送外卖的 还真是能装啊 还想让我父亲跪在你面前 如果今天不是以为白乐乐 我都不会跟你说那么多话 现在居然还要我 我得给你跪在地上 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兄弟们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都给老子住手 朱大长你这个王八蛋 还不赶紧给十三先生跪下 爸 十三先生是谁 我为什么要给他跪下 十三先生 全子无知 得罪了您 还望您高抬跪手 放我们公司一马 只要您放我们公司一马 以后我们父子 绝对一时三先生 马首是瞻 绝对不会有二心 朱大彪资产 可是我们天和事 能拍前十等 怎么会跟这个外卖小哥下跪 难道这个外卖小哥 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刚才他好像说 让我华欣科技公司破产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爸 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刚才还抢了我的女人 你给他下跪做什么 我怎么会生你这么个王八蛋 老子当时就应该转身 把你弄墙上 就在刚刚十三先生 已经通过手段运作 我们公司已经破产了 朱大厂你个小王八蛋 我警告你 今天如果不能取得 十三先生的原谅的话 老子回家就挖了你的皮 破破破破产了 这么说的话 你刚才说 要给我的两个亿也是震的 陆总 陆总 不好了咱们公司 来了好多政府部门的人 我们之前的账本 都被翻出来了 现在他们在大厅里 等着让你去见他们 完了完了 那些账本被查出来 少说也要被判上 乐乐 您能不能跟你男朋友说说 放我们公司一马 毕竟这里也有你的心血啊 陆总您刚才 已经把我开除了 现在公司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朱大彪 想让我放过 你们公司也可以 只要你跟你儿子 去年北戴三天 救出三个人回来 我就可以考虑放过你 去去 我们现在就去 你个小王八蛋 都是你害的 看老子 不打断你的 吃不起就不要吃 一碗面才79块钱 外国的品牌很难做的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 工资涨没少 第一 宿主做白乐乐 一天男朋友身份未被揭穿 恭喜宿主完成特殊外卖任务 超级女友正在制作中 制作完毕 将投放于宿主别墅内 请宿主注意查收 超级女友 还要制作 系统 你这是要给我整哪样啊 丁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请及时处理 我就吃了一份面 老板你确定这个账你没算错 要79块吗 没算错 我们这里的面 就是79块钱一碗 怎么你是想不付账吗 一碗面而已 怎么会贵得这么离谱 老板能不能便宜一点 吃不起就不要吃 一碗面才79块钱 外国的品牌很难做的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 工资涨没着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把面前拿出来 就别想离开这里 老板 我是从农村来城里 投靠亲戚的 但是没想到 亲戚在几年前已经不在了 来的时候 我身上就带了100块钱 在路上我已经花了50了 现在身上只剩下50块钱 老板你看我能不能 先把这50块钱给你 剩下的钱 等我下次再来城里的时候 再不及你 谁知道你下次什么时间来这里呢 你要是一直不来城里 这钱我找谁要去 79块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今天必须拿出来 否则你看看我怎么收拾 你个小王八蛋 可是我身上 现在就这50块啊 老板 我之前是干厨师的 你看我在这帮你 打工还债行不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不就是想找个 吃饭睡觉的地方吗 我们这里不去干活的 快点给钱 老娘还忙着呢 我说老板娘啊 这个小伙子 看着也不像是骗人的 他也给你50块钱了 差这29块钱 不行就算了吧 没必难为 这么一个小伙子 是啊是啊 老板娘 你看你开这么大的门店 做这么大的生意 少这29块钱 又不会怎么样 倒是会充好人 竟显得我是坏人了是吧 既然你们想充好人 那好啊 他欠的钱 你们帮他还上我 立马就让他离开 如果你们不帮他还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叽叽喳喳 还有你这臭小子 赶紧给你父母打电话 让他给你送钱 我告诉你 今天没有钱你休想离开 咦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 难道是出什么事情了 老板我是孤儿 没有人给我送钱的 我也不知道打电话给谁 你让我打工给你还账 我就留在这给你打工 要不然 你就先放我离开 我尽快筹到29块钱给你送过来 如果你又不让我走 又不让我在你这打工还债 我这27块钱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啊 没钱的死穷鬼 这样吧 只要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这钱我就不找你要了 老板娘 你为什么宁可不要这钱 也不让他在我们店里打工还债啊 这小子虽然看上去不太机灵 但怎么说 也是个年轻小伙子 到时候脏活累活 全都交给他干 这样你又节省一笔开销 你懂个屁啊 像他这种啥都没有的 你让他来店里简单 但是到你干他走的时候 估计就不好赶了 所以咱们干脆就不让他在这步就得了 还是老板娘想的常怨 那个吃霸王餐的 机会已经给过你了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 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 只要在这五分钟内 你针过去 我就不跟你要这剩下的钱 但是如果你不针的话 就必须把钱给我补上 小哥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要让从他腿下钻过去啊 我在他家吃了一碗面 没钱付款 我说在他家打工 或者我先回农村下次来的时候 给这个老板补上 但是这老板不同意 非要我从他腿下钻过去 你欠他多少钱没给啊 他要你从他腿下钻过去 臭送外卖的 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紧送你的外卖去吧 要不然一会客户该投诉你了 这个老板说一份面79块 我身上有50块钱 给他之后还欠他29块 我说老板娘就差你29块钱 你至于这么侮辱人家小伙子吗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说送外卖的 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么你就替他把钱拿出来 要么拿凉快 你拿呆着去 我这边没有没你 你也不要在我这里装逼 这是100块 算是这位小哥的面前 现在钱给你了 我要求你 为你刚才的行为 给这小伙子道歉 道歉 他吃饭没钱付账 还要我给他道歉 我是你这送外卖的脑子没病的 谢谢你外卖小哥 毕竟我也没有从他胯下钻过去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像他这种崇洋媚外的老板 如果不好好整治的话 以后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事情呢 今天必须要让他尝尝记性 怎么 臭送外卖的 你看我是女人还想动手不成 那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兄弟们有人砸厂子出来 干活了 臭送外卖的 刚才你说的话吓到我了 我看你为这个臭乞丐出钱挺痛快的 不是挺有钱吗 那就随便给我拿个两三万的精神损失费吧 老板 这个外卖小哥 是为了我才无意说出那种话的 我替这个外卖小哥给你道歉 就这么算了行吗 我说 你个吃霸王餐的 你说能行吗 如果我把你妈 给你道个歉 你说能行吗 有话你就好好说 侮辱人家母亲做什么 我说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那件事还没完呢 今天你要是不赔偿我精神上损失费 我连你爸妈一块骂 想要精神损失是吧 你等着我打个电话 让人给我送钱 小七把文明小吃街给盘下来 然后把文明小吃街的肖像面馆 涨足一百万 他们愿意干就让他们马上打钱 不敢的话就让他们支付违约金 十三先生 这个小吃街本来就是你的产业 我现在就给那家店的老板打电话 跟他说涨租的消息 臭送外卖的 还真是能吹呀 把小吃街盘下来 还给我涨租一百万 你是来搞笑的吗 七董 他怎么会这个时间跟我打电话呢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黄爱玲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你的房租每个月涨租一百万 没问题的话你就来把钱交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联系专业律师团队 跟我们法务沟通 喂喂为什么呀 七董 能跟我说说我哪里做作了吗 也让我死得明白 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这个送外卖的打过电话 之后七董就打过来了 一定是因为这个外卖小哥 我错了 外卖小哥 我求求你 不要涨租金了 我一家老小 全靠这家小店养活呢 租金 你这么一涨的话 我一家老小还怎么活呀 自作孽不可活 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 小哥 我真的认识到错了 我一定改过自新 这个小伙子 不是说投靠亲戚没找到吗 他可以先来我店里 我管他吃住 并且给他工资 以后我也会做慈善 每天免费捐赠三十碗面 求求你了外卖小哥 放我这一次吧 看你说的那么可怜的份上 就按你说的 我先观察两个月 如果看到你说的 跟你做的不符的话 我马上把这家店铺收回去 多谢外卖小哥 多谢外卖小哥 十三先生 这里是八十亿现金 还有一百吨黄金 要暂时先放在您的别墅内了 您的仓库 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 新的仓库还没有安排好 所以只能把您这个别墅 当成临时仓库了 我说小七 这些东西 在我这里要放多长时间啊 一两天还行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 我这眼睛指定会被晃瞎的 不会很长时间的十三先生 您的第二个仓库 已经在建设中了 一个月左右就能投入使用了 所以这些东西 最多一个月就能拉走了 要这么久啊 真是心累 你让他们尽快做短工期吧 跟这些东西住在一起 我会很难受的 丁 触发新的特殊任务 请前往牧院山庄 做一小时催乳师 完成之后 获得牧园集团所有权 任务失败 将缩小宿主一百倍 现在开始计时 距离完成时间还有五小时 请宿主尽快前往 系统 我看你是 不把我玩杆了你不高兴 缩小一百倍 那岂不是 还没有蚂蚁那么大吗 不过系统 让我完成催乳这个任务 还是不错的 也不知道 今天是哪个大美女 能让我为她服务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这就是牧院山庄嘛 没想到这么气派 能在这里住的 肯定是个大美女 系统这次 还算你有点良心 不过那些人穿成这样 还拎个桶 这是在这里干什么呢 小伙子 赶紧把这个表哥停了 然后去那边换身衣服 拿上工具 跟着这个小队 一起进去挤奶吧 我想给讲清楚 咱们这次工期紧任务重 所以东家 才开出一个小时九时的高价 在工作期间不能偷懒 如果偷懒一旦被发现的话 工资就折半 听明白了吗 挤奶公 这个大爷 你可能是搞错了 我是来应聘催乳师的 不是来这里干挤奶公的 麻烦你重新看一下吧 小伙子 你当大爷 我是瞎子的 这个头型不就是你吗 连衣服都没变 还想忽悠我 我跟你说 虽然我岁数大 可是我眼睛亮着呢 赶紧的去换衣服 领工具干活去 麻蛋的 又被系统给坑了 看来 要找时间好好给系统上一课了 要不然总被坑也不是办法呀 亲爱的 你答应给我买的那辆车 到底什么时间才给我买呀 我可是跟我闺蜜 都说了 你要给我买辆灯跑X7的 你要是不给我买的话 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的 到时候 我在他们面前头都抬不起来了 放心吧宝贝 我一定会给你买的 只不过这个时间 咱们牛肠里的奶 还没有卖出去 只要卖出去 别说X7了 就算是X7买也买给你 亲爱的 你真好 跟你在一起 我真幸福 那当然了 我要让你做这个世上 最幸福的女人 走 我先带你去看看我家牛肠 欢迎牛丹公子前来 视察牛肠 敬礼 表现得不错 这是五百块钱给你了 回头跟兄弟们下班去科铁 队长 这个公子出手真大棒 他是什么大人物啊 狗屁的大人物 他是咱们厂长的侄子 每次找到新的对象 都会来这里装逼 刚才在他身边的 估计就是他新找的对象了 一个小时的任务 终于完成了 再让我挤一会 牛奶股就变成奶牛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 奖励宿主牧院集团 百分之一百的股份 相关文件已放到宿主 乾坤带 请宿主及时查收 牧院集团市值可是好几个亿 没想到挤奶一小时 就能拿到百分之百的股份 系统真是太给了 亲爱的 你听这是谁叫的这么恶心 你们牛厂都没人管吗 可能是工人干活太忙了 走宝贝 咱们过去看看 好好教训 教训这个上班偷懒的家伙 我当时谁笑得这么肆无忌惮呢 这不是我们的叶大才子吗 我记得咱们群里说过 你是送外卖的 怎么跑来我家牛厂来挤牛奶了 还真是多才多艺啊 叶十三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很有钱吗 怎么会在这里挤牛奶 难道是家里破产了 不得已才出来打工的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你报昔日 你把我们母女扔出省的仇 叶十三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像你这种人就是活该 娇娇你也认识 这个叶十三 当然认识 他就是化成灰 我都能认出来他 当初我年轻不懂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各种打骂 让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牛哥 今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训他呀 放心吧宝贝 今天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 替你出这口恶气的 我说牛丹 你知道这个和娇娇 是什么人吗 你就跟他在一起 别说同学我没提醒你 这种女的你 还是尽量离得远点吧 要不然说不定哪天 就给你挣一顶帽子戴戴 你怎么知道 娇娇给我买了帽子 你还别说娇娇还挺细心 知道把我的头围戴上去还挺舒服 牛哥只要你喜欢 以后我时不时得给你买一顶 还是我的宝贝好 看见了吗 夜十三 这就是你打骂的女人 她是那么的贴心 你却还向人赶走 你真是不知好歹 这样吧 看在我们以前是同学的份上 你给娇娇跪下来 磕几个头道个歉 再赔点精神损失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要不然你在娇娇身上做的事情 我会连本带力全部还回 你让贵我就贵 你让我磕头我就磕头 那样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夜十三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牛肠可是我牛肚的 如果你不按照他说的做的话 三分钟就叫保安 把你K一顿给扔出去 这牧院养殖场居然是牛丹的 恐怕他还不知道系统 已经将这个养殖场送给我了吧 牛丹我最后再提醒你一遍 我跟何娇娇分手 不是因为我对他拳打脚踢 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了钱劈腿了一个 比他低还大的老头 所以我才把他甩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牛哥 这个夜十三就是看你有钱 然后我跟你在一起 他心里不爽 所以才诬陷我 让我们产生矛盾分歧的 他不是好人 牛哥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呀 夜十三 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窄 娇娇这么好的姑娘 你居然这么诬陷他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不仅要你下回道歉 还要你把这养殖场的牛粪 全吃了才能离开 现在就开始吧 别逼我叫保安 还真是不知者无畏 念在同学的情分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如果你再不知好歹 今天我一定要你追悔莫及 夜十三你还是能装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保安帮帮你 保安 牛公子 你有什么吩咐 这个夜十三在这里偷懒 我说他还顶嘴 现在我要求他把这里的牛粪 都吃了算是给他的成仨 你们负责看着他 这是一千块钱 给你们的小费 放心吧 我二大爷没在这里 我也只是吓吓这个家伙 在我对象面前装一下 搁几个放心这件事做好了 我回头请搁几个吃饭 牛公子放心 今天我们一定把牌面 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牛公子说的话还没听到吗 你是自己动嘴 还是我们帮 臭小子 牛公子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你是自己动嘴 还是让我们搁几个帮忙 牛丹 我念在同学之情 对你一再忍让 没想到你 却是一再相比 那好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夜十三 到现在你还装逼 还要我长记性 就凭你一个鸡奶公 还是凭你是一个送外卖的 真是笑不活我了 夜十三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现在给娇娇跪下 然后再把这里的牛粪舔干净这件事 就此作罢 否则我今天一定要你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牛公子 这家伙看来是铁了心跟你作对啊 现在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既然他这么不适 好歹就不能怪我了 哥几个 这是一万块钱 辛苦哥几个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不用留手 只要不弄答了就行 明白了牛公子 接下来就看哥几个的表演吧 第十三既然给你机会 珍惜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吧 牛哥 你刚才实在是太帅了 我真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见到你 这样 我也不会走这么多年的弯路 小宝贝 你牛哥我什么时候不帅啊 天生的没办法 怪只能怪我基因太好 我这该死的魅力 喂 我说你们两个恶心 回去有恶心心吗 毕竟 这里有这么多牛 看着呢 别到时候给这些牛 说吐了影响牛奶的产量 那样的话 你们就是千古罪人了 这 这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可是三个人啊 就这么轻松被你打塌下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就这样的别说三个了 就是三十个 我也不放在眼里 牛丹 他们已经倒下了 现在 咱们该说说咱们之间的事情了吧 本来我还念在同学之间的情分上 想放你一马 没想到你 竟然真的 让他们对我出手 如果不是 我有功夫 磅身今天肯定会被揍成猪头 你既然不忍 就别怪我不意 夜十三你不能动我 这整个牛场 都是我二大爷的 你要是敢动我的话 我二大爷一定不会放过 你二大爷 你刚才不是说 这牛场是你的吗 怎么现在就成你二大爷的了 你不会是为了 在这个女人面前 装逼才说 这牛场是你家的吧 还真是虚伪啊 牛丹 你给我解释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答应 给我买的奔跑 七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买 亲爱的你听我说啊 这个牛场 确实是我二大爷家的 但是他家没有儿子 你放心 到我二大爷百年之后 这牛场就是我的 那辆车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等牛场的牛奶 买了我就给你买 一辆X7而已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买给你的 哈哈 牛丹 你想的倒是挺好 还想从你二大爷 手中接手这个牛场 还想牛奶 卖了给他买车 你可知这世间的事 不如一世有八九 我告诉你 你的美梦 这辈子都不可能实现了 我说这些都是 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怎么就不可能实现了 烈士三我承认你很能打 但是如果你在敢乱说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乱说 你给你二大爷打个电话 不就知道 我是不是乱说的了 不过打电话之前 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 千万不要确认之后 一激动晕过去哦 这个夜十三说的如此信誓旦旦 难道我二大爷 记得这个牧场 真的出什么事了 我还是赶紧打电话问问吧 二大爷 你的农场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个臭小子咒我是吧 老子农场 好好的能出什么事了 平时你又不学好 没想到 现在居然还敢咒你二大爷 小兔崽子 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 看我不过去 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哪里敢咒二大爷啊 我这不是关心咱们农场 所以刚才带着我对象 从家里过来了 就听见有人说 咱们农场出事了 所以赶紧给您打个电话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臭小子 算你还有点良心 你二大爷 我没有白疼你 等着吧 我马上就到了 到了之后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夜十三 你居然想用这种手段 挑拨我跟娇娇之间的关系 你以为娇娇 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女人吗 我告诉你 别说我二大爷家的牧场没事 就算我二大爷家的牧场 真出什么事 娇娇也不可能离开我的 离开他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误 还是牛哥了解我 夜十三你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 不会成功的原因 因为你目光太狭窄 就你这样的我牛哥 能甩你几条街 现在给我牛哥跪下 一会他二大爷来了 还能把你做小时功德钱给你 如果你再敢装低的话 不仅拿不到钱 今天更是别想离开这个牛场 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啊 希望他二大爷来了之后 你们还能笑得出来 牛蛋啊 保安怎么都躺在地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 给我解释清楚 要不然看我今天不打扮你的腿 二大爷这件事 跟我没关系 都是他干的 刚才我看到 他在这里挤奶的时候偷懒 然后我说了他两句 他还挺不服气 刚好保安从这里路过 就说他不要偷懒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是练家子 三两下就把这几个保安给放倒了 还说你这养殖场 也要改名换性 请问各下 是夜十三夜先生吗 没错 我是夜十三 你就是承包这个牧场的牛下水 牛经理吧 没想到我这承包的牧场 竟然能够让十三先生亲自前来 我这真是祖分毛青烟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二大爷 对夜十三这么卑躬屈膝的 搞得好像自己是吓人似的 二大爷 这些保安是这家伙给放倒的 您怎么还对他这么客气啊 您赶紧让保镖好好收拾收拾他 牛经理 你这牛场还行 可是你这家族的亲戚 可是不太行啊 看来 下一年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这个山庄 还要不要承包给你们 小兔崽子 你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呀 你知不知道 就在刚刚十三先生 以高出市场两倍的价格 把整个牧园集团都给买下来 现在我也只能算是给十三先生打工 兔崽子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因为你让十三先生不高兴 而导致下一年 我承包不了这个牧场 老子一定打断你的腿 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 不信你就试试 牧园集团可是市值好几百亿 他以高出市场两倍的价格买下俩 那岂不是上千亿 他就是一个穷光蛋 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牛大少爷 我刚才说了 你的梦想可能会破灭 怎么样 现在想说点什么吗 哦 对了 还有你 何娇娇 你要的那个什么 X7估计他给你买不了了 你现在又想说点什么呢 十三 我错了 十三我还是爱你的 我已经对之前的事情 进行了深刻的忏悔 我求求你 咱们和好吧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要不然 你怎么还会记得 我跟你分手的原因呢 何娇娇 你什么意思 刚才你不是说 就算我身无分纹你 也会跟我在一起的吗 别搞笑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真以为我看你帅 才跟你在一起的 你跟我十三哥哥比 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牛经理 这个女人我不想再看到 麻烦给扔得远一点 不要啊 十三哥哥 我死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们还等着做什么呀 动手啊 十三哥哥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第十三我错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 我被这个何娇娇迷了心窍 我认罚 但是这一切都跟我二大爷 没有一点关系 我希望你念在当年的同学之情 不要迁怒我二大爷 你还算是个汉子 我这人比较幼稚 喜欢看佩奇跳泥坑 这样吧 你每天给我拍一段 跳坑坑的视频 连续一个月 差一天多跳一个月 完成我说的 这件事就此做吧 多谢十三哥 多谢十三哥 别说一个月 就算你让我跳一年 也没问题 恭喜宿主获得五星好评 积分加五 目前宿主可用积分共十分 请宿主继续加油 获得更多的分数解锁系统 更多的功能 革命还未成功 看来还需继续努力啊 这是谁的破车停在了这里 害得老娘把车给刮了 老娘这车 可是限量版的保时捷818 要一千万呢 谁的车赶紧站出来承认 要不然对我查到是谁的车 我一定让他吃不了都这走 外卖小哥 那边那个你的 撞的那辆小电驴是你的吗 我看他在那边吵吵 要找到小电驴的主人呢 如果是你的话 劝你还是赶紧走的原点吧 那个你的开的是保时捷818 并且穿着也不像是一般人 我小电驴是停在飞机动车道了 怎么就给我撞呢 不过那小电驴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毕竟那可是五星级文明的产物 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还没有人站出来吗 我最后再点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还没有人站出来 的话我可就要掉监控了 到时候让我查出来是谁的车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的 这里人有病吧 明明开车撞到别人的小电驴了 还不赶紧跑 还在这心事淡淡的找小电驴的主人 准备让人家赔钱 脸皮实在是太厚了 小点声 难道你没看见他开的是保时捷818吗 这辆车可是上千万 能开上这种车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你这么说他被他听见了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五星级产物就是牛皮 818的保险杠都撞坏了 它居然只是掉了一点车漆 果然系统出品避暑机 臭送外卖的 这个小电驴是你的吗 大姐你是碰到我的车 特意留下来给我道歉的吗 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了 毕竟我这小电驴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一会我骑回去 自己弄点滋喷漆补一下就行了 倒是你的车看起来挺严重的 你看都吓尿了 你还是赶紧带他去找个好点的医生看了 留下来给你道歉 臭送外卖的你是有妄想症吧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小破电驴停在这 让老娘撞的这一下 老娘要赔多少钱 这样吧 我看你送外卖也挺辛苦 就不敲诈你了 鉴于在我之前修车的经验 这辆车维修一下需要70万左右 你给我100万就行了 至于我的务工费这些就不找你算了 大姐你有没有搞错 我这小电驴可是一直停在这里都没动的 你撞我车还要我给你100万 我不是听错了吧 当然是你要赔偿我100万 如果不是你把车停在这里我也就不会撞了 我不撞上我的车又怎么会要维修呢 所以这一切都怪你 这钱你不出谁出 这个女的还真是胡搅蛮缠啊 按照她的说法 我开车把别人撞死了 还要向受害者家属索要车的维修费了 这种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为外卖小哥默哀一分钟 本来我不准备跟你计较 但是没想到你这么不讲理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要好好跟你掰扯掰扯 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 跟我掰扯 就一个臭送外卖的你也配 不怕告诉你 我老公可是天河市交管局的副局长 像这种小事情 他说怎么看就怎么看 还想跟我掰扯 臭送外卖的 一回我打个电话 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怪不得这个女的这么强势 原来是有后台的 不过她这么搞 就不怕把她老公给搞垮 臭送外卖的 我劝你考虑清楚 现在给我100万的维修费 如果你拒绝赔偿的话 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到时候你不仅要赔钱 还要你去财几年 逢问机 还真是嚣张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 这么嚣张的女人 有你这样的老婆 想必你老公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今天我就替大家除了这个祸害 你个王八蛋 既然说我老公是祸害 你得老娘等着 老娘现在就打电话 老公 我的车被撞了 我跟那个人理论他还骂我 你赶紧过来吧 宝宝好怕 你刚才听见了吗 这个外卖小哥说 要除祸害 难不成这外卖小哥 是哪家的公子 来这里体验生活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就有好戏看了 我看啊 这个外卖小哥 就是想吓一下这个女的 没想到 却把这个女的逼急了 这下这个外卖小哥玩脱了 老公 就是这个臭送外卖的小电驴 碰了我的车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我先看一下 这辆车的损伤情况吧 这水箱都烂了 看来碰的确实不行 这维修下来 怎么也要一百来万吧 外卖小哥 这件事情 你想怎么处理 是你赔钱 你们双方和解 还是由我们介入 徐木同志 你是不是要先了解 些前因后果呀 你这来了 直接订车损 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 人家的车一千多万 这次损失更是高达上百万 你这小电车 就是被撞坏了 也才几千块钱 很明显 对方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这还用了解前因后果吗 照你这么说 谁的车柜谁 就是受害者呗 既然如此的话 我这里有一份保险 希望同志看一下 一份破保险 有什么好看的 臭送外卖的 我劝你赶紧赔钱 要不然 我这暴脾气一上来 就把你带到巡捕房 给你判个扰乱公共治安 让你踩上几年缝纫机 巡捕同志 我劝你还是好好看一下 这个保险吧 我相信在看完保险之后 你就没有这么大的火气了 巡捕同志 现在我这辆车 已经严重受损 整辆车都需要重新喷漆 花费金额 大概在一千万左右 怎么样 现在 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 这 这 怎么可能 一个小电驴 一百个亿的保险 老公你在胡说什么呢 什么一百个亿的保险呢 你这是看到什么了 被吓成这样 让我看看 被保商品 飞天小电驴 保价金额一百亿 真是笑不活我了 老公看把你给吓的 亏你在巡捕房干这么长时间了 这肯定是假的呀 你想啊 一个破电驴 谁会上一百亿的保险呢 老公现在我严重怀疑 这个臭送外卖 拿着这份保险到处敲诈 我申请把它带到巡捕房严查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 是我在办公室坐得太久了 没想到今天 居然被这个送外卖的 用一个假保险 差点得骗了 多亏老婆提醒 要不然我这一时 英明全毁在这张假合同上了 兄弟们 这个臭送外卖的 不仅撞别人的车 还伪造假合同 把它带到巡捕房去 好好审问审问 假合同 你们也是经常跟保险打交道的 难道真合同假合同都分不清楚了 还是说明知道这是真的 却非要说成假的呀 兔子 我抢你手挂下事 要不然 我们不介意多得个人回信 竟敢骂我是兔子 回头派刑的时候 多给你派上两百年 小王八蛋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 站在你面前的是 能把敲锤地送进去的张三律师 你随便说句话 就能怕你几百年了 还敢把他送进去 我看你是不敢 那他刚才说 多给我盘两百年 那岂不死镇里 又给我盘两百年了 张律师 小兄弟不懂事 还请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那咱们就先说点正事吧 给你介绍一下 刚才你说的 那位伪造假合同的受害人 是我的老板 同时也是这件事情的原告 根据原告陈述 他的电车在旁边 放着去送外卖 你老婆就撞了上去 我调查了附近的监控 发现原告所言不虚 由于原告的小电驴 进行了一百亿的商品保价 也就是说 你们要按照一百亿的金额 来进行资计 现在我老板 要求你们在三天之内 支付一个亿的维修费 同时起诉你敲诈 你全谋私 调查组的 应该马上就到 待会还希望你赔 没了 一切都没了 臭婆娘都是你干的好事 看老子怎么叫什么 张珊 按照他们这个情况 能判多少年啊 判隔三五百年 应该没问题 这个时候 会是谁给我打电话呢 陌生号码 不会是有料罗的剧吧 算了 还是先接听看看是谁吧 或许真的找我有事情呢 嗨 夜十三好久不联系了 还记得我吗 这个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 但是又想不起来是谁呢 请问你是哪位 我朋友比较多 手机也没你的备注 还真是个复兴汉啊 当初在上大学时候 你追我追得那么认真 这才几年没见就记不得我了吗 你是狐猎呢 你不是出国深造了吗 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算你还有点良心 没有把我忘记 我前天回国了 现在我在天河市处理点事情 不然想到 你老家就在天河市 所以想跟你见一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呢 美女相约 当然有时间了 只是不知道狐大美女 什么时候 才能忙完手边的事情了 我这边忙完还要好几个小时 我对天河市也不是太熟悉 你看看哪里的菜 做得好吃 五点左右 你先过去 到了给我发定位 到时候我找你去 那好 咱们就晚上见了 这么多年没见了 也不知能不能跟狐大美女 再去前院 提示 宿主有新的外卖定格 请宿主尽快配送 如果超时 将扣除宿主三分之一财产 这系统还真是周八匹啊 一会都不让我歇着 赶紧送完卖去 娜娜 我刚才听见你 跟一个男的打电话说 晚上要一起吃饭 这个男的是你朋友 杰克 咱们只是普通的同学 你不觉得 你管的有点多了吗 还有偷听别人打电话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还请你以后 跟我保持点距离 这样对大家都 哦 我亲爱的娜娜 我不是故意的 还请你不要生气 你放心 以后你打电话 我一定会离你心迷人 绝对不会再偷听你打电话 但是亲爱的娜娜 今天晚上 你去吃饭 能不能带上我 我再就听说 你们华国的美食 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一起没有机会 好不容易来到华国了 我对周围也不太熟悉 还请你一定要带上我 杰克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讨厌 知道吗 我不 亲爱的娜娜 你不能讨厌我 我从漂亮过 不眼万里来到华国 你可知道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是那么的爱你 你怎么舍得 让我伤心吗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还请你离我远一点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就只能跟我家族说 放弃对湖广集团的投机了 我相信我的父亲 一定会同意我这个建议 只是不知道 我们家族的投机 一旦撤了之后 你父亲的集团 又能鸡撑几天 好 我答应你 今天晚上 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带上你 但是吃饭的时候 还请你闭嘴 否则 以后你都不要在我身边 使你的范围内出现 还有以后 不要再拿投资那件事逼我 如若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我明白了 我亲爱的娜娜小姐 你放心 我只是去品尝你们华国的美食而已 我绝对不会多 杰克先生 我真是看不惯他这副高傲嘴脸 明明是咱们家族投资他们集团 好像杰克先生见他一样 我真是搞不懂杰克先生 为什么要放下身段做得如此卑微 先让他骄傲于正直吧 等我们家族彻底掌控了湖广集团那时候 他就是倒贴给我 我都不会多看他一样 这在华国叫我心长大 我心长胆 是躺在地上吃蛇胆的意思吗 可是这跟咱们要掌控湖广集团也没有关系啊 附露 刚来你对华国的文化了解的太少了 以后我还是要多学一学 华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皇朝酒店全体员工欢迎老板回家 嗯 不错 一会我有一个朋友来这里吃饭 不需要太过张扬 你们把我当成普通的客户就好了 再吃的差不多的时候 记得想办法吧 我们吃的那桌的单点免了 好的十三先生 这件事交给我 您就放120个心吧 十三 你怎么穿着一身送外卖的衣服啊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就跟我讲 虽然我现在还在用我父亲的钱 但是你放心 十万八万的我还是能拿出来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 过去了列纳还是那么关心我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她父亲看不上我 或许孩子现在都会打酱油了吧 也庆幸她父亲没有看上我 要不然我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个高度 你放心吧列纳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送外卖只是想体验下生活而已 说得好像自己是富二代试的 不就是一个送外卖 有什么可装的 难道你说你是在体验生活 就能掩盖你这个送外卖的事实吗 我的那 实在是想不到你来这五星级酒店 居然是为了见着一个送外卖的 如果我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让你过来 这样只会拉低我们高贵的身份 杰克 你在胡说什么 十三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如果你再敢出言不逊的话 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 哦 我错的了 我的那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就送外卖的 今天就看在我那的面子 就不跟你这种吓的人计较那么多 列纳 这外国佬是谁啊 说话怎么这么丑 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闹心的事了 今天咱们就喝酒聊天 琳娜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过为什么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丝无奈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外国佬吗 算了 既然列纳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度问了 等找机会再问问她吧 这位先生 由于你们是我们皇朝酒店第9900位顾客 所以今天你们在我们酒店消费的一切全部免单 不仅如此 我们酒店还会送您一瓶82年的拉菲仪式庆祝 本来还想点多点菜 让这个旧送外卖的出走 没想到居然给免单 这个送外卖的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 捷克先生 既然咱们是幸运客户 那您可以再多点些82年的拉菲带回去啊 毕竟免费白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杜洛 看来你有认真的看书 都知道白嫖是什么意思 武员 我们在桌子上 再来十瓶82年的拉菲 先生你看 他要的拉菲看我干嘛 你们酒店有就给他上 怎么 你们这么高档的酒店 不会连几瓶82年的拉菲都没有吧 有的先生 请你稍等 我现在就给你去拿 先生 这是您要的十瓶82年拉菲 请问需要全部给你打开吗 不需要 这些我带走 给我打包好就行了 练娜时间也不早了 你在哪里住 我送你回去 送娜娜回去怎么回去 难道你要请你的小店驴 送娜娜回去吗 别搞笑了好吗 娜娜女神怎么可能 坐你的小店驴回去呢 娜娜我的报时台就在下面听着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杰克 我让十三送我回去就好了 谢塔 娜娜小姐怎么会对这个 送外卖的这么好 娜娜小姐 不会是喜欢这个送外卖的吧 No 我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娜娜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她的小坡店驴可是很危险的 万一你有点闪失 我可怎么跟你父亲交代 老板您的车给你开过来了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不加底卫龙 这个是上亿的好车 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开得起 这一定是你出来的 为了跟娜娜吃个饭 你倒是挺像 居然出来了一辆上亿的跑车 杰克你觉得 这款上亿的跑车 是有钱能租得到的吗 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娜娜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那个什么杰克 你就开着你的那种破宝石 还满满溜达 哦对了 王经理 他们打包的那些 拉飞气的 让他们付款 布洛咱们走 先生 请先把打包的拉飞的单买一下 每瓶售价15万 您打包的食品总计150万 您是沙卡还是现金 不是说好的免单吗 怎么就开始要请 你们这下华国人还真是不想信用 既然由此 我们不要了种个人 不好意思先生 已经出库的东西是不能退回的 所以还请您买下单 布洛 给他钱 咱们赶紧走 这种酒店 我以后我再也不会来 杰克我身上的钱全都不见了 银行卡也没有了 手机也不见了 你们想吃霸王餐吗 十三你怎么会有不加迪威龙 这可是上亿的豪车呀 晚点再跟你说 娜娜先给你表演一个合数 这钱包跟手机 为什么看着有点眼熟 难道这是杰克他们两个的 聪明 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今晚吧 再赶来我们这里 吃霸王餐 看怎么收拾你们 这个秀送外卖的 没想到 居然还是只有黄潮酒店的老板 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不过不管他是谁 得知我杰克 如果不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杰克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杰克 名字倒过来写 难道那个黄潮酒店的老板 就能收到惩罚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名字也倒过来写 让他收到双倍的惩罚 还是先回去找一道衣服吧 要不然咱们两个光着屁股 在大街上来回走 岂不定被别人 已当成神经病了 恭喜宿主获得五星好评 获得积分加五 现在宿主可用积分二十点 请宿主再接再厉 不错 五点积分到账 果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趁着现在点外卖的人多 赶紧多跑几单 争取今天挣的一百积分 丁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请及时配送 提示 此次外卖任务获得五星好评 将获得五十点积分 获得差评将扣除宿主全部积分 请宿主谨慎对待 获得五星好评能拿到五十点积分 差评才扣二十积分 这系统今天是程序错乱了吗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难道系统看我辛苦 又能干所以心疼我 这是给我的福利吗 系统大大 你实在是太好了 我太爱你了 据外卖送达时间只剩十分钟 请宿主尽快送达 并在十分钟内获得五星好评 否则系统自动判定为任务失败 果然啊 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系统 小电驴飞行模式启动 是导航坏了 还是点外卖的客户填错地方了 怎么来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还是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吧 要不然我这二十积分就保不住了 汤姆 咱们可是黑手派中 实力仅次于金毛石王的存在 杰克先生为了收拾一个送外卖的 把咱们两个从漂亮国调过来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 咱们是拿钱办事 只要给咱们的钱到位 哪怕就是他让我们来华国给他抓老鼠 咱们也不能有任何疑问 杰瑞 你要记住这个 世上只有钱才是最真实的 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把手机调成静音吗 怎么还是这么大的音量呢 米团外卖配送专员 汤姆是咱们的目标出现了 怎么办 这个电话我接了 果然不是一般人 你点外卖才过去五分钟的时间不到 没想到他就已经送过来了 这速度绝对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看来这次我们的任务还是挺艰巨的 那边怎么有声音传来 难道点外卖的顾客就在那边吗 赶紧接电话吧 跟他说下具体位置 咱们早点完成任务 你能早点回国 嗨 二位 还真的是你们啊 我以为顾客填错地址呢 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真有人在这里 这是你们的外卖 请签收一下 麻烦给个五星好评 两位大哥 这个五星好评对我特别重要 请一定要给个五星好评啊 杰瑞你看到他是从哪里来的吗 啊 我的汤姆啊 我也没看到他是从哪里来的 这里的道路明明只有一条 难不成他是飞过来的 可是这根本不现实 两位大哥只剩两分钟了 你们要发呆一会 发呆好不好 求求你们了 杰瑞 他是要干什么 你听懂他的意思了吗 他好像是要我签收外卖 给他五星好评 汤姆你说我签收吗 汤姆 你们那边还顺利吗 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看到那个 秋顺外卖的 被骤成猪头一样 一切顺利 现在我们已经如约的拿到了外卖 下一步就是好好享受 我亲爱的杰克先生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只剩下半分钟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兄弟借你手机用一下 兵 宿主此次完成任务 属于强制行为 请在十分钟内获得顾客原谅 否则直接扣除宿主所有积分 玩过头了 不过看这两个外国哥们 应该是很好说话的 看我 好好忽悠忽悠他们 杰克 我这边出现了点小插曲 先这样吧 完成任务我再打给你 很好 臭送外卖的 本来我还想找个合适的借口 为你动手呢 看来现在不用了 抢我手机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哦 实在是抱歉先生 刚才只是因为 时间不够了我迫于无奈 才抢夺了您的手机 如果外卖您再不签收的话 我就会被开除 您也知道这个社会找一件工作 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请两位先生原谅我冒犯的行为 当然为了表达我的歉意这份外卖 就当成是我请二位吃的 汤姆 我看他还挺讲究的 而且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 我看我们原谅他 原谅你个头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你难道全都忘了吗 杰克先生 可是还等着我们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跟原谅这个外卖小哥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原谅他也不影响 我们完成任务不是 我们原谅他之后 说不定他还会心甘情愿地 跟我们回去呢 这样岂不是省了很多力气 杰瑞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打破你的狗头 戳送外卖的 现在跪下 跟我们磕几个响头 然后再跟我们走一趟 我们或许会饶你一条狗命 如若不然 我们会把你打成猪头 再给带回去 选择给到你了 尽快做出选择吧 你们点这个外卖 就是为我而来的吧 我猜猜 应该跟那个杰克有关系吧 汤姆 他的反侦查能力好强了 咱们什么都没说 他怎么知道 咱们是杰克派来的 杰瑞 难道你没看出来 他是要从你嘴里套话吗 你却跟个傻子一样 把所有的都说出来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你如果再敢说话的话 我一定把你嘴巴封起来 看来果然如此 说说吧 杰克让你们过来干什么 很简单 把你揍成猪头 然后再把你给带回去 送外卖的 如果你自己主动点的话 我们哥俩就下手轻点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的话 我们兄弟两个下手 可是没精没中的哦 就你们两个还不配 一起来吧 正好我好长时间 没有动手了 腰酸背痛的 今天就拿你们练练手 至于那个杰克嘛 等收拾完 你们再收拾他 你不要过来 魔鬼 你是魔鬼 杰瑞 我想回家 我再也不要在华国待着了 他实在是太可怕了 现在你们两个 原谅我刚才的行为了吗 不原谅的话 我不介意 再跟你们交流一下 原谅 我们原谅 叮 恭喜宿主 获得顾客的真心原谅 外卖任务送达完成 获得积分加50 目前可用积分70 看在你们真心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你们 回去跟杰克说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再敢做这些小动作 我会让他知道 华国的雄狮 一旦愤怒起来 会多可怕 莱尔不枉费 既然你 已经对我出手了 我不回敬一下 也说不过去啊 就先给你一个 小小的惩罚吧 小七 操作一下 让可口可乐的 股票跌停一天 好的十三先生 我现在就安排 杰克先生 任务失败了 那个送外卖的 实在是太强了 我们两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还要我们 带句话给你 什么话 那个送外卖的 说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杰克先生 再敢做这些小动作 他会让你知道 华国的雄狮 一旦愤怒起来 会多可怕 谢塔 就送外卖的 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克扣克勒的股票 为什么会跌停 给我查 不惜一切也要查到 到底是谁狗鬼 敢跟我克扣克勒集团作对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杰克 我有办法能让那个送外卖的 乖乖的跪在你的脚下 哦 布洛 说说看 你有什么办法 杰克 你可以通过狐烈那小姐 让那个送外卖的主动前来 然后咱们在这里 不知天罗地网 到时候那个送外卖的 来了之后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 瓮中桌别 这可是华国三十六 记中的三个记册 我相信那个送外卖的 到时候一定会 乖乖的跪在你的面前的 布洛 看来你有认真学习 华国德文化哦 不错 就按你说的做 我现在就给狐烈那 打电话 让他过来 你去安排一下兄弟们吧 这个送外卖的 还是有些手段的 记得多安排些人手 这次可千万不能 让那个送外卖的跑了 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就这样吧 我还忙着呢 亲爱的娜娜 我刚刚得到 关于独习你们 古广集团的最新进展 如果想听的话 就来嗨皮娱乐会所 521房间 我在这里等你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不知道 这个杰克又动什么歪脑子 不过在华国亮 他也不敢 做出违法犯计的事情 但是还是要提前做点准备 我亲爱的娜娜 你终于到了 你记不知道 我在一点没见你 就差不多是犯不想的 我好像是患上了响死兵 只有你能救我 杰克先生 咱们还是先说说 投资的事情吧 我想知道 你父亲答应的投资 到底什么时间才能落实 你跟着我来华国 已经两个月了 但是 你一直以各种理由 各种审批推托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看到 一分钱的资金投入 今天你叫我过来 希望能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不要那么着急 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给你答复 不过在此之前 你需要把你那个 送外外卖的好朋友叫过来 我有点事情 需要他帮忙解决一下 十三 你们没有任何交集 你找他做什么 难道在外边的那些人 是准备对付他的吗 为什么 你跟十三才见了一次面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请给我一个理由 你不需要知道理由 现在立刻请你 给叶十三打电话 让他来这里 否则投资你父亲公司的事情 就此说吧 而且我敢保证 你叫我们漂亮国 绝对找不到任何投机 甚至你父亲 与我们漂亮国的一切合作 都会终极 亲爱的娜娜 如果你不想看到 那样的局面的话 就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 让他一个人来这里 杰克 你真卑鄙 我怎么会遇上你 这么个人渣 怎么跟杰克先生说话呢 杰克先生让你给他打电话 那是不想跟你闹得太僵 难道你以为 你不给他打电话 杰克先生就没有办法 叫他过来吗 杰克只需要把你的消息 给到那个送外卖的 我相信那个送外卖的 一定过来的 你们还真是卑鄙无耻 我是不会害十三的 我劝你们 也不要太过猖狂 在我们华国触犯任何法律 都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亲爱的娜娜小姐 你一定要闹到这一步吗 你知道的 我是爱你的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不如 我亲爱的娜娜小姐 不愿意打电话 那么 你就帮娜娜小姐 打这个电话吧 记得一定要温柔哦 如果想到我的娜娜小姐 我会惩罚你的哦 杰克放心吧 我对待女孩子 可是很温柔的 我接触过的华国女孩子 可是都给予我很高的评价哦 不如 来华国之后 咱们基本上度假一起 你什么时候接触过女孩子 我怎么不知道 杰克先生 难道你忘记了那天晚上 小巷子里边的 理发店的事情了吗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赶紧给那个 送外卖的打电话 告诉他 让他自己拨来 否则这辈子 都不要想见到 狐猎娜女士 哦 你是夜十三先生是吗 请你猜猜我是谁 我想你一定猜不到吧 这不是狐猎娜的手机号码 这说话的是个什么玩意 难道猎娜的手机丢了吗 我说哥们 你是捡到这个手机了吗 如果是的话 告诉我现在的位置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你放心我们华国人很讲究的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十三 他们在这里给你设下了陷阱 他们这里有好几百人 你千万不要过来啊 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 射塔 把他的嘴给我缝上 不要他在这里 战胡言乱语 夜十三 我是杰克 我承认我是低估你了 本来我以为 汤姆跟杰瑞可以把你揍成猪头 但是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被你打败了 不过你让我如此出仇 我一定要跪在我面前 给我道歉 你还真是卑鄙 居然用一个女人对付我 难道你们漂亮国 只会这些下三案的手段吗 现在娜娜在我手里 想救她的话 你就来娱乐会所 记得不要抱宣布 自己一个人来 否则 我让你后半辈子 都在悔恨中度过 我现在就过去 但是我警告你们 如果敢动脸那一手跟指头 我就一定要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个送外卖的 铭机倒是陷阱还要来 看来我们娜娜女神 还是挺有魅力的 十三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你嘎了之后 我一定回去陪你的 看来上次对你的惩罚是太轻了 既然你想玩 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小七 立刻对可口可乐进行全方位打压 我要他们在一小时之内破产 希望你们家族 能承受得住我的怒火 夜十三没想到 你还真敢来 还真是个气形重啊 我已经来了 就不会跑的 先放了练娜吧 会驾向我道歉 并且喊自己是乌龟王八蛋 也许我会考虑放过他 十三不要 你不要管我 你快走啊 不如把他举奔向 不要让他吵吵 听对我心白意乱 不要 练娜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 还真是能吹牛啊 我们可是在这里安排了500多位兄弟 可以说是同享铁壁了 你居然还想离开这里 今天只要杰克先生不说话一只蚊子 都别想飞出去 用外卖的 我给你一个机会 咱们赌一把 如果你 我可以对之前的事情 不再追究 并且放了链 但是你说了 不但要下跪 给我道歉 我还要你一只手一条腿 怎么样赶完吗 怕你这个洋鬼子不成 说吧 怎么买 这里是一门硬币 我一会会用两个杯子盖上 将这两个杯子变弯位置 你要纯粹的拆出 硬币在哪个杯子里 如果你能拆住 我就放了你 如果你拆不中的话 那就要留下你的手脚 有点意思 今天小爷我就陪你玩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